这就是每年冬至广西博白人一定要吃的洛水包 也就是当地的元宵 洛水包是不是包子掉到水里边了 这叫洛水包 冬至那天家家户户都吃洛水包 就是我们家乡的传统 冬至那天的蒜最香的了 有猪肉 有鱼 有鲜 鸡蛋 最主要是蒜 葱也少 包了叶子的叫什么 洛水狗 我包叶子的呢 洛水包 为什么叫洛水狗啊 吃剩了之后才放来蒸的 这个腌的韭菜 全是辣椒 泡 泡 这个好脆啊 就像腐竹 我说我一直不喜欢吃粉 原来是没吃到好吃的粉 重点来了啊 这次我们现在要吃的 薄白的洛水包 四喜丸子 这个跟我们住在江浙一带的太原子 还不太一样 这个口感更富富 还一讲一定要放蒜 这个口味就是把元宵吃出一道彩虹 每个味道都是单独的 就是将包好的洛水包 再用生菜把它裹起来 这不就是珍珠翡翠白鱼汤啊 哦 开锅了 每个洛水狗都像小胖子一样 衣服已经盖不住肉了 小白肉都全部露出来了 看到没 当我看了第一眼就想到 这个珍珠翡翠白鱼汤 就想到台湾省故宫博物院的翡翠白菜 越可爱越漂亮 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广西汤圆 祝大家冬至平平安安 祝所有家庭团团圆圆 我就想到台湾省故宫博物院的博物院的博物可以来到台湾 谢谢大家